按弦的基本動作 今天要介紹按弦的基本動作 要正確的按弦 重點是把弦僅靠在Thread上面 我現在要用第六弦的第四格來做示範 你手上有吉他的話可以跟我一起做 用不同的力度去壓弦或者說按弦 會產生出不同的聲音 我們現在來看狀況A 手指按到弦 但是力量不夠 沒把弦壓到Fret上面 畫面上可以注意到 第六弦跟第四條Fret之間有一點點距離 沒有靠在一起 在這個情況下 我右手撥一下第六弦 你會注意到弦的震動很快就被左手指間吸收了 再一次 聲音也被悶掉了 只聽見嘟一聲 有的時候吉他手會故意做出這種聲音 再來看狀況B 我多用點力氣把弦壓在Fret上面 但是沒有靠得很緊 現在右手撥第六弦 你會注意到聲音跟狀況A不同 弦的震動會快速地敲打Fret 發出明顯的噪音 或者說雜音 這樣的聲音俗稱打弦 在彈奏中會避免這類的雜音 另外 初學者因為指尖的皮膚比較軟 或者是手指的力氣不夠 所以你可能會按到指尖都已經腫痛了 但是還是有雜音 我的建議是暫時忽略這個雜音 依照你原本的進度 繼續練習 慢慢的 你的指尖的皮膚會變得比較厚 手指的力氣也會變得比較強 這個問題會自然得到解決 再來看狀況C 如果按弦的力量足夠 把弦靠在Fret上面 靠得夠緊 這時候撥弦就會聽到理想的聲音了 這個聲音乾淨 延續的很久 這是大多數情況下 吉他手想做出來的正確聲音 現在看狀況D 用力過度的話 弦會撐得過緊 音會變得不準 畫面上現在先示範一次正常的力度按弦 如果壓得太用力 音準就會開始跑掉 現在來聽一次正常的聲音 再聽一次音準跑掉的聲音 按弦的位置 在兩條Fret之間的範圍都可以 現在我用第六弦的第四格 來示範正確的按弦位置 只要在兩條Fret之間 都算是按弦的範圍 像現在我按在非常靠近第三條Fret的位置 也可以移動到靠近第四條Fret的位置 第三條Fret的這個位置 彈起來會比較費力 容易出現雜音 需要按得更用力 如果靠近第四條Fret 這個位置的話 彈起來會比較輕鬆 不用按得太大力 但是無論這個 靠近第四條Fret 或者是靠近第三條Fret 這個位置 或中間的任何一個點 都是正確的按弦的範圍